歡迎Jean 大家好,我是Jean 我們社交平台也連線 大家不斷說和Ini 因為今天520 Jean來到這裡… 你們覺心 就是這樣,有大細心 在社交平台看到 Jean今天來介紹高別煤氣燈 是 再次見面 我懷疑今年的2024 跟去年一樣,看得很密集 對 之前派歌 還有很多不同的Genre 有很多歌要派給大家 今年的2024也是繼續跑下去 沒錯 現在率先預告 準備了五首、七首還是九首歌 她自己錄了很多歌,慢慢選擇 對,我希望至少四、五首 今年很高興 今年已經有自己的編排 但其實她一直以來出的歌 由去年或轉頭新唱片公司之後 有一個很強烈的感覺 就是我們要勇敢自強 由企好開始,或是哼入健康指南 一直到上一首D.I.F.F. 都是告訴你,你是獨家無意的 你不要懷疑自己 你要活出真正的自己 來到這首,看歌詞也知道 愛或是你不要太聽別人說 或是不要動搖自己 在歌詞中的內容是感受到的 但我一看歌詞,那怎樣告別梅氣燈 未必懂得說甚麼 我們幾位主持和樂迷都是 所以立即上網搜尋 很多不同的資料究竟是怎樣的 本尊上來當然會問她 我們可以搜尋一下 甚麼叫煤氣燈效應 等你再說 好,交給我 我一開始收到這首D.I.F.D.M.O.D.M.O.D. 決定找中雪幫我填詞 我發了幾個很長的音樂筆給她 跟她說我感受到這首歌 我想表達的東西 當時我感受到有一種掙扎 這種掙扎我覺得是 要衝破一些負面聲音的枷鎖 勇敢去聽自己內心的聲音 然後去照顧自己的目標 堅定地達到你的目標 我想說那個掙扎 然後一直聊的時候 宗雪就說 明,情緒勒索 我說是,就是這件事 究竟甚麼是情緒勒索 其實近年 無論是在外國或是香港 都多了人說這件事 情緒勒索是這個字 煤氣燈效應 本身這個字是Gaslight Gaslighting 這個字最初的來源 是1944年有一部電影叫Gaslight 這部電影的劇情 是說有一對夫妻的女主角 因為她有很多錢 那位先生想控制她的情緒 最終取得她的家產 450萬 那多少就不知道 當時的450萬 這樣就很多了 她用其中一個橋段 就是女主角不停看到 煤氣燈閃閃閃 有暗、有光 而且聽到很多聲音 當她跟一位先生說 你有聽到嗎?你有看到嗎 她就說 沒事,你想太多了 最近是累了 你是不是不舒服 我帶你去看醫生 不停操控她的情緒 直至他懷疑自己有問題 接著就聽他的擺佈 這就是情緒勒索 這套電影Gaslight就是這個由來 後來煤氣燈效應 就變成一個心理學界的定義 就是當你受到別人的情緒勒索時 就會用煤氣燈效應的字形容 其實本來可能沒甚麼 你旁邊的人不斷灌輸你 根本不是你想的那件事 你慢慢都會被他冒掉 對,沒錯 所以我們用了這個主題 去說一些情緒勒索 通常這些都是你至親的人 跟你說的一些說話 在我們成長過程中 他未必是想害你 但很多時候只是為你好 我是為你好 我不想你走錯、走錯、踏錯 灌輸很多這些觀念時 就會變成小朋友在他長大時 某些事情他會不敢去做 究竟是好還是不好呢 我們長大了之後 我們有自主的能力時 首先要知道 我們有沒有受到這些負面的聲音 去困綁 第一,第二就是如果你知道 原來有些事情我一直很想去做 但他不停聽到 爸爸媽媽曾經跟我說 你不行的,你不要這樣做 你… 第二就是要勇敢去衝出枷鎖 當中也有勇敢 要硬正的 但為何這麼有感覺 在你的生命中 是否出現過很多這些聲音 還是為何覺得我想寫一首 我其實很慶幸 我家人給我很多支持 他們…我印象中沒有甚麼 令我… 阻撓你 對,我覺得沒有甚麼 他們反而經常跟我說 漢漢出狀元 別那麼害怕 鼓勵你 鼓勵,你想做甚麼就去做 但保證你是很專業的 這樣就可以了 反而我做這首歌的那段時間 其實是去年4月至6月之間 那段時間我自己經歷了一些事情 就是我身邊很好的朋友 給我一些很堅強的評論 我傷心了幾天 我一想起就哭了 他不是這一行的人 他是一個普通的觀眾、聽眾 但他是教我怎樣做歌手 他判斷你的專業 沒錯,他說你不應該這樣 你出的歌曲應該這樣 那你就很失敗 說這些我覺得挺傷心的評論 但我沒有反駁 但他是你好朋友 好朋友 這麼多年來他有沒有 都是用這種方法去調教你 過往平時如何溝通 他之前沒有 有一點但沒有這樣 那天可能他的心情不好 他就這樣說 然後我就覺得 為何會這樣 我又不是一個很喜歡跟他吵架的人 接收了 對,我就吞了他 但我很不開心 我覺得自己有反思 是否我真的有問題 我想知道他說了甚麼 就是剛才這樣 應該怎樣… 他說你不應該做這些歌 你做這些歌 就覺得人們不明白 或者你要做簡單一點的歌 這樣算是否上年肯定就事起 是丹丹的時間 對,我們馬上算 你四月 我們不是剛才一月是英王派歌嗎 然後是甚麼歌 單暖 之後就是單暖 單暖的小事 我想他是即即迷迷 R&B也是你做的那些 我想他是即迷迷 可能他會覺得 單暖又不是我喜歡的 單暖又不是我喜歡的 何時才做我喜歡的歌 你自己去了哪裡 Ginnie 罵醒你 可能他會覺得 你何時才做一些樂迷喜歡聽的歌 其實樂迷就是他自己 他自己 我其實是不開心的 我自己有自己的部署 我慢慢來 我每一件事都想慢慢鋪排 那段時間我就很不開心 同時那段時間 也是Oscar頒獎禮的時間 大家都應該記得 楊子勤的聲音很強勁 有另一位亞洲男演員也獲獎 那段時間就是熱話 他也在說 你不要讓任何人否定的聲音 去定義你 你應該相信自己 無論你多少歲 你都要去追求你要追求的東西 我覺得有幾件事加起來 我們應該可以談談這個題目 我就跟鍾雪說 我們不如去探討這個題目 原來她有這麼多女生 也很深刻 對 最後你有否跟好朋友說 沒有 但她已經沒有好朋友 她已經聽了 她未必知道是她 其實大家都會經歷這些懷疑自己 或下一步不知道是怎樣的時候 所以我感受到的就是 你這兩年做的歌 雖然去年做定在這裡 未必要自我價值等等 但其實在她骨子裡 或她這幾年 甚至一直走來 經歷的就是全部她的心聲 對 很有血有肉 我經常都會想 如果有一首歌的機會 去表達一些東西 會是甚麼 我經常都會這樣問自己 晚上睡不著的時候 我就會想 如果只有一個機會 我想說甚麼 我經常都想來想去 最終都會回到 一個自我價值的題目 當然這個題目也很大 當中如何找一些再細的題目去說 我覺得這件事真的很重要 因為我覺得我們的社會 很多時候我們上次也有說 我們很多時候也在做一些 自己不喜歡的事 或自己不相信的事 但因為… 可能因為市場 對 或是… 生活 生活 現實的問題 對 很多不同的原因 在做一些大家都覺得很厭惡的事 但我覺得未必要這樣 未必是這樣 我希望大家也可以勇敢一點 但Jean的自我價值的標準 在哪裡 即是覺得現在我們看你也很好 今年出五首歌 今年應該有四、五首歌 有很多歌曲 可能準備開場 還有機會出唱片 那種自我價值的線 質疑位在哪裡 而且大家都說Jean唱得好 我又不是質疑這些事 反而是要很堅定地繼續做我相信的事 譬如我覺得這些題目是我很想做的 我就會做 盡量不停說我相信的事 去做我喜歡的題目 我希望透過這些題目 大家都會有一個提醒的作用 現在你想做事的時候 身邊還多不多聲音 網上多 身邊不多 身邊其實我很感恩 因為無論家人或公司 都會給我很多支持 通常我想做的事 他們都會給我100%支持 亦相信你相信的事 亦相信我的能力 我都可以很放心去做 反而網上我感覺到越來越多人 會刻意去攻擊我 刻意去說一些想去擊敗 打擊我的一些話 感覺到越來越多 不過我還可以的 我覺得當你… 我自己會認為 當你差不多要… 越來越成功的時候 就會有越來越多這些聲音 因為你說的是真相 有些人可能不想聽 或是他不支持你 所以我會繼續做我要做的事 剛才有提及一部MV 我想這部MV會不會 找一些煤氣燈的位置 在中環那裡拍攝 不會那麼容易被你猜到的 MV還沒推出 下個星期 拍攝了嗎 拍攝了 數一數二難的MV 反而MV是難度 真的難度 拍攝了二十多個小時 我自己也拿虎離身 但我又喜歡 因為這次我找了阿文阿姆 幫我拍攝 我說因為有一個場景 需要吊歪 有一個場景 然後我同時就馬上說 你沒有了 不要搞那麼多 她說很累的 你當然是對你好的 對 她說真的很累的 沒有了 我說不要緊 試一下 我試了就知道我行不行 試過不喜歡就下次不要做 他們真的讓我試 我心想很快而已 都是幾個鏡頭 結果我吊了四個小時 我第一次吊歪就吊了四個小時 原因是甚麼 你做不到某些動作 不是 安全措施的人說 不是 因為要拿不同鏡頭 有幾個鏡頭 有些是細鏡頭 有些是最高 即是五米以上 很高 差不多碰到天花板 有些時候攝影師跟我一起升上去 拿平排的角度 有些是下面拍上來 有些是上面拍下來 所以我就要不停四個小時 上上下下下 拿不同的角度 對 她是知道幾個鏡頭 出來幾個鏡頭 但背後要拍很多個 所以當你到時看音樂影片 你千萬不要說 都幾秒而已 兩秒的表現多辛苦 我可以說這支四個小時上身 四個小時上身 我最後那一小時是反圍 我吊到想吐 她一聲我上身就想吐 因為我是平吊的 就是躺在那裡吊上去 因為可能不停這樣反圍 所以我就很想吐 以後那些機動遊戲也不用預計她 她夠了 不用再有威亞的場面 看你還敢試 立刻跟導演說 可以了 下次不用了 但問題是一開始是你自己提出的 為何你會想吐一架 我覺得做人不要太舒服 嘩 我覺得甚麼都要嘗試 我當然可以說不要了 不要弄這件事 我閉嘴就可以了 可以很輕鬆 但我覺得我才有話要說 否則沒有話要說 I mean 怎樣 沒事了 兩小時閉嘴 我沒有話要說 我現在有話要說 多開心 豐富了這首歌 沒錯 我覺得你未來應該有一首歌 叫做做人不要太舒服 好不好 這首歌很適合你 是我價值的一個題材 沒錯 一如這樣說 《戚餐樂壇》繼續陪你熱鬧樂壇 馬上點讚、分享、留言 再在YouTube按下小鈴鐺訂閱吧 想隨時隨地聽到精彩節目內容 快點訂購雙台節目重溫吧 字幕視聴好團 結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